羅智政現在再有對話 錄音13分半跟蘇貞昌 錄音檔也被攔疾 這是國安問題 我們帶你來看 各位大現場 我們接近邀請到立委李德維 來到了現場 委員早安 是 大家早安 我們不曉得羅智政 到底在黨內人員有多差 他的類似那種謎片 或者是錄音檔一再的去外流 然後現在又爆出了一段最新的 是昨天流傳出來13分半的音檔 疑似是羅智政跟蘇貞昌之間的 對話給外流 這好像坐實了 如果這個音檔為真 這好像坐實了之前外界的擔心 原來尚從總統到行政院長 都被切入了嗎 對 我想其實這不只是羅智政委員 或者是他跟蔡英文總統 或者跟蘇貞昌院長的問題 而其實這真的是一個所謂的國安問題 因為假如這樣子隨便跟總統 以及行政院長的對話 就可以被側錄甚至於放到雲端 然後這樣子的流出來 那這裡面不知道有多少國家的機密 是不是在這當中全部流傳出去了 所以在這個部分誰在錄或者怎麼樣流出去 都必須好好的去檢討 所以我覺得羅智政委員必須出來面對民眾 以及社會的質疑 你這樣子的做法到底是你自己做的 還是有所謂其他的人偷錄 那我覺得我們相關的國家機密 都應該好好的被保護 而不是這樣子隨隨便便就流出來 假如這樣子的話 那真的不需要所謂對面的中國大陸 成為我們的敵人 我相信有民進黨這樣自己的同志 其實台灣中華民國就陷於所謂的危機當中了 對 畢竟可能 可能還不止 還不止到蘇貞昌 不曉得該不會委員你跟他的對話也被錄下來 對 所以剛剛也有委員在開玩笑 因為我們當然跟羅委員也是非常的熟識 那他也是東吳大學過去的老師 所以我們其實大家有非常多的互動 所以在這裡面當然也有人開玩笑說 是不是到底是是不是他自己錄的呢 還是有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在這部分我們倒是覺得 必須要由羅志正委員親自出來 面對民眾以及社會的質疑 對 但是我們實際也算了一下 羅志正到底多久沒有公開受訪 大概已經超過一週的時間 那羅志正所有的回應 都是在臉書上面以聲明的回應 包含先前迷片外流也是在臉書 然後41分鐘跟總統的英黨也是在臉書 說這個是變造過的英黨 說這個是境外戒選 但這一回疑似跟蘇貞昌的英黨 他還沒有在臉書上面發文 可是未看先猜可能又是戒選了嗎 對 所以我覺得對於民進黨而言 那所有的東西彷彿最簡單的解決方法 就是推給中國大陸推給中共 阿共做的事情跟我無關 我是被陷害的 包含影片是所謂的身為仿造的 那在這個部分明明調查局有相關24小時 48小時之內就有可以判斷是不是身為虛假的影片 但是始終不公開 我們覺得在這個部分 國內的司法單位也不能這樣赤裸裸血淋淋的 得來所謂的助攻 因為畢竟這些東西都是民眾關心的 而且也攸關於政治人物的清白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包含所謂的 那個琴瑟的錄影帶 甚至於跟總統以及行政院長 偷錄的這些對話 若是調查局以及相關的司法單位 沒有辦法在最快的時間內給民眾一個答案 那我們想請問 偷偷推給中國大陸 這樣子民眾能夠接受嗎 更講一個不好意思的 也許中國大陸也不能接受啊 所以在這邊我倒是覺得 那誰得利很簡單 執政的民進黨以及相關的人士得利 1月13號以後票投完了 什麼都灰飛湮滅 彷彿沒有發生過 我覺得這樣子對於整個選舉 以及真相來講是完全不公平的 對 就是羅志正到底多偉大 有需要中共動用到戒選戒成這個樣子 還要幫你衛造一個41分鐘的英打 那這個13分半的英黨也要來做嗎 那個成本也花得太大 那我們實際來探究一下 這個英黨裡面的內容 更是讓大家大吃一驚 我們稍微推算一下 那個時間點可能是在2018年 民進黨大選選敗了之後 然後蘇貞昌要來接這個行政院長 那蘇貞昌就來找說 誰可以來當行政院發言人 他找到的人就是羅志正 但是羅志正在英黨裡面 疑似羅志正 我們不能直接斷言是羅志正 羅志正在英黨裡面 他就有特別的提到說 他擔心外遇的事件 可能會重挫整個團隊的形象 結果蘇貞昌就回說 沒關係團隊會幫你扛 所以從這一點好像可以看得出來 反正有婚外情的都不是問題 反正那個官位還是可以繼續往上升 對 所以我覺得在這邊 也透露出來一個蠻可悲的狀態 那當然就是民進黨彷彿團結起來 任何對於社會來講 負面的形象甚或不對的事情都可以做 所以在這樣子 在這樣子所謂積飛城市的一個態度裡面 那有所謂的綠營等於團結起來 再靠綠煤去包裝 彷彿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我們真的認為不能這樣子 因為台灣是一個民主自由多元的一個社會 我們的訊息不能這樣子被曲解 甚或於被打壓 所以當民進黨似乎團結起來 什麼都可以控制的時候 這也是台灣沉淪的時候了 是 好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委員的忙碌時間 謝謝委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各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接待毫無疑 確意前 evolved HKL做好 Jess 唐桃 誰 都 言 事 色 中文字幕——YK